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在刚刚讲到的 老师怎么回答学生的问题 确实是没有智慧 看事情还要动策得很深入 才能引导学生看到一些真相 不然呢 有时候呢 忠意啊 看事情啊 看到表象 看不透彻 那这个当老师呢 他看事情就要看到根本 看不透彻 在我们课本六十一页 刚刚讲到疾问之学不足以为人事的 那要真实的学问啊 看事情都是注目深刻的 我们看到指路问于孔子园 自国如何 怎么治理一个国家 国家资本在得人 国家最重要的要有动量之材 像孔子回答 在于一个领导者啊 在于尊贤而贱不孝 他尊重贤德 启用贤能之人 而且这个贱就是能够啊 远离不孝之人 不需要用这些间歇之人 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提到的 《主事表》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清先成 原小人是先汉之所以新土 清小人原先成是后汉之所以清土的 就是西汉行圣跟东汉末年外衰败 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们要清先成原小人 你翻过来的 清小人原先成那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所以这里点出来 在于尊贤而贱不孝 自如马上提出来了 所以这一些学生呢 都很用心在学问上 不然他问不出这个问题来 他常常把这些道理啊 跟他所遇到的事情啊 好好地去思维去印证 这叫基于心相应 这些学问 他们都是在生活工作处事当中去印证 他就觉得 所以说尊贤而建不孝 可是犯忠心事 这个国家的领导者 忠心事呢 他很尊贤而建不孝 他的國家為什麼會滅亡 剛剛福祉說 讓一個國家興盛是尊賢 堅不孝 可是他做了 為什麼他的國家反而滅亡 大家有沒有遇過 你給學生講一個道理 然後他馬上舉一個反面的給你 那天你假如沒把這個師傅看透 可能就不知道怎麼回答他了 你記得孔子講 反中心是尊賢而不能用言 他是做表面公司 所以看師傅不能看的太標籤 他雖然尊賢他不去用它 那他不是真正存出這些賢德者 他也不是佩服這些賢德者 他是什麼 他是奧這個尊賢的名 所以孔子在衛國的時候 衛林公也是奧這個尊賢的 但是沒有好好聽孔子的話 跟太太出去的人 太太跟他坐在車上 讓孔子坐後面的車 這哪有尊賢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好色勝過尊賢 那這個德行就不可能難成就了 他孔子感嘆了 這個 我未見好得如好色者也 那這個人 一般人呢 沒有遠大的志向跟堅定的覺醒呢 往往被犧牲所欺 最好的就是女生 這個有提到啊 色色惜性也 這很難輔助的呢 是色跟色慾這些慾望 所以諸家強調啊 慈慾慾望要懂得皆知 慾望不懂得皆知啊 對人的身心一定有傷害 所以以前的人懂啊 現在人把好色當中 享受啊 幸福啊 以前叫做好萊塢看很多的話 鐵定價值觀啊 受到她的影響 有沒有 其實以前的女子 都知道色惡要接觸 所以對先生啊 多懂得 要做她的德 要三角的 不要讓先生呢 很重 這些以前的人都懂啊 現在人沒這個概念啊 反而覺得 那個是人的追求啊 所以這個 認識的表情得很厲害 好啊 現在最好的夫妻啊 共同心靈成長 那這個就是安德的影韻 所謂零七成道 做福成道 慾望要節制 因為慾是深淵 不懂得節制的人 他就會越來越重 越控制不住 就不好 所以尊賢而不能用言 他好那個唯明 見不笑 而不能去言 表面上呢 都是啊 排斥這些不笑之人 可是卻沒有把他們看錯 偶爾可能還去找他們玩樂玩樂 但是在台面上 都表演得好像 原地這些人 所以先者 知其不知用而願之 先得知人 看他樣子是好賢 來到他們的國家 希望能夠實行認證 但是一接觸就知道 用命無死 都是做養者 所以就會覺得 這個過去麻煩 不應該 怎麼可以是畏懼者 怨之 不笑者 這些德行不好的人 知其見己 他其實這個過去呢 也是不尊重 我們重用我們的 而出目之 這不笑的人呢 毫無愛恨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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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到自己不能被重用 他看到自己不能被重用 輕盡而有權力之人 他會積極造反 所以錯字 大家有沒有聽過 奇幻公 踏前問鄉 奇幻公快死了 躺在病床上 問觀眾 誰可以做宰相的呢 誰可以做宰相的呢 問著問著呢 奇幻公提出了三個人 他們三個人能不能做宰相 易牙 數掉 開放 這個易牙 是個廚師 他的孩子生出來啊 把孩子 租給 奇幻公吃 因為他問奇幻公 你有沒有吃過嬰兒的時候 他說沒有 租自己的孩子給奇幻公吃 奇幻公說 這樣的人 可不可以做宰相 這位學長可不可以 奇幻公啊 孩子沒公有愛 都被表象騙啊 觀眾跟他講啊 他連自己的孩子都不愛人 他會愛你啊 我以非倫常啊 不愛奇幻而愛他人 這位置悲得 其實他又說 他為了進宮中陪伴我啊 他自己的資產 變成太監 那他對我更衷心的嗎 請問朋友說 一個人最疼惜的是他的身體啊 他能捨掉身體啊 一定有更大的目的啊 是你不知道的啊 所以這個也不正常 再來開放 他說他是一個國家的王子啊 他居然來陪伴我 然後他父母死了 他都不回去問上 還在奇幻陪伴我 那這個人過重心了嗎 秋安黃金的觀眾接著說呢 他說他連父母都不愛了 他怎麼會愛你呢 因為他是小國的王子啊 可是你奇國是萬聖之國啊 他的目標是大國的王位啊 這些故事啊 聽著聽著我們要 從中學到判斷的能力 所以女孩子造對象 可不可以從這個故事得到奇幻 那可以喔 你要先看看他 笑不笑是父母 他每天被你玩樂到三更半夜 你說這麼愛我 苦楚啊 身體發富 瘦子父母 不甘地毀傷苦 笑不知事業啊 你說現在的人 其實跟這個故事講的 奇幻公啊 給我們和大家的奇幻 這個義啊 啥是奉君啊 孩子可以不要了 是奉君主啊 為的是什麼 權利啊 貧力啊 貧力啊 大家想一想 現在的人有沒有為了 真命奪利 多賺點錢 連下一代都放棄了 有沒有 沒有殺了 沒那麼嚴重了 其實也有了 現在為了自己的欲望 多賺點錢 伸出來馬上就把他忍了 你看人現在 欲望打開了 人心 都受到很大的 你要去掉 輸掉 當然沒有去做太賤了 可是你看 可是你看現在的人 為了名利啊 身體都搞壞了 讓父母擔心的不得了 有沒有 爸爸媽媽在家裡 哎呀 幾天都還沒回來 這都是在傷害 身體 讓整個父母家人 擔心 受怕 開放 不理父母了 就為了罪名助理啊 那這樣的情況呢 在我們現在的社會 就更多了 很多地區啊 老人都沒人管啊 都過著非常困苦的生活 可能孩子在大都市 房子好幾間啊 好 所以這一些行為 都是不妥當的 但是 期望跟我們為什麼 判斷不出來 所以這裡是一個重點 大學家 心有所好要 不得其正 他心不正 判斷不清楚 為什麼 他很喜歡吃嘛 他很喜歡玩嘛 他很喜歡人家 都這樣好聽的 哎呀 我的行動只有國軍力啊 他喜歡聽這個啊 所以玉令之迷啊 看不清楚什麼 觀眾給他分析完了 不能用 觀眾一死啊 受不了了 想吃想玩啊 把這三個人找來了 找進攻 用了他們 死亡人生之地 三個人作亂了 拔拳 結果他死 金王公死了 六十七天 沒人發現 那個屍體腐爛呢 死從流出公外 才被發現 所以一個國家 一個領導者 用的是重點啊 用的是動量之災啊 這國家可以發展得很好 用錯的人呢 國家要敗就很快 好 所以孔子分析了 賢者冤辭 不孝者錯子 賢者也對他們滿 不孝者呢 要找機會先下手回家 冤筹並且忠心死 雖與無亡 得合 他雖想不滅亡 也不可能啊 還是得滅亡 所以這個看事情 就看得很深入 好 來我們接著看經文 梁也只是必須為窮 梁是非常有高技術的這些工匠 用梁來讚嘆他 所以良好的野體野精匠 這個野是野做這些經術來做成器皿 他可能是金啊鐵啊 通路都有可能 他的孩子 要學習他的技術 而他怎麼教他的孩子呢 所以這一段呢 其實也是講到 一個教學者 如何來教導陪伴學生 砸好他的基礎 砸基礎很重要 我們想到一句歌言 這格言提到呢 這個福 他要看他 要看他 這個根基啊 炸不炸得老 他低基啊 大不大的老 樹 樹啊 要讓他能長成燦田大樹嗎 你要看他 他樹根呢 穩不穩 所以這個大基礎是很關鍵的 而這個良好的工匠 野鐵匠 他先讓他的孩子 學習 受疲疑 那個疲疑都很大 那為什麼不受疲疑呢 因為 在做福士 受疲疑的時候啊 第一個 他要熟悉火性 他必須用火來靠 而野鐵 他就是要用高溫的火來靠 因為野鐵 野鏡了 難度很高 技術要非常純熟 他得要一些技術嗎 才能做這麼難的事情 你說當一個孩子 一開始就 學這麼危險難度高的技術嗎 不容易 所以第一個 學做受疲疑啊 他熟悉那個火性 這樣子 他這個能力 就可以遷移到以後野鐵了 而且那個受疲 要補起來 慢慢慢慢一片一片把它補好 那要很細緻 而野鐵啊 也要有這樣的能力 才能把那個 齊取啊 做好 所以等一陣 這個受疲疑 所具備的這些能力啊 都可以轉移到 他之後 夜鐵 所以這個也是很用心去觀察 整個要達到這麼高的能力啊 他首先要循序漸進 把它培養起來 量公之子 必須為己 很好做弓箭的這個工匠啊 他的孩子要學習他的能力啊 首先呢 首先呢 先學做弓箭 那個弓箭啊 是用竹片去做 它比較軟 弓箭是用木頭 那個難度就高了 所以首先去 他學做弓箭啊 對那個力學啊 他就越來越敏感 有了這個基本能力啊 緊接著在 尋更高難度的 中空間 接著呢 這一匹馬 第一次加入車 使家馬著 反之啊 就是把它綁在馬車後面 跟著馬車走 那他跟在後面啊 那這個速度啊 他就慢慢熟悉了 車在馬前 他先熟悉啊 這些老馬是怎麼在拖車的 那這隻新馬呢 他就可以在這個車後面呢 拖關我 前面的老馬是怎麼拖車的 他慢慢的看熟悉了 讓他再去拉呢 他就不會那麼困難 這都是啊 讓他的能力是 徐徐徐的培養起來 因為我們剛剛才講到 不可以壓苗 阻擋 不靈极惡 使者 只會徐 這個徐徐徐徐徐徐徐的 把他的能力培養起來 是 君子查於此三者 君子能觀察 舉的這三個例子 可以有之於虛 一臺呢 對我們自己來講 我們懂得先扎根 扎幾處 其實呢 有之於修盛 有之於追求智慧的人很多 但是在求學的過程當中 真正能提升的人不多 因為學習是 因為學習是 如溺水 行中不見 就退 奇怪啦 很認真學啊 也學了不少年了 感覺到呢 煩惱被減少 煩惠被增加 學不上去 這個學不上去的狀況啊 不只是 求智慧 我有這個情況 以至於所有 包含學藝術 學書法 學古氣 學這一些可以討厭心情的藝術 都會感覺好像有一個瓶頸 上不去啦 那都可能是因為 根基沒有溫 自己沒有人 認識到這一點 然後就硬要 往上溫 這個就好像根基不老了 所以就平平一直要瓶 可能風一吹啊 連根都還拔起來 所以這個瓶根重要 所以實際上 講到的 世術古經十三經 是職業化過 弟子歸神根本 道家的道障是職業化過 台上台一邊 這個因果的根在這裡 佛門 是職業化過的 三藏社會 三藏社會 這些大經大論 是職業化過 十三夜道經是 根本 但是我們人靜看看 幾個人 老老實實的 在根本上有功夫 我們都知道啊 花瓶裡的花啊 好不好看 好看啊 喜不喜歡看 喜歡看 能看多久 有時候我們就為了那幾天好看的 打腫臉都怎麼樣 超胖子 但是終究啊 他是沒有根 他沒有辦法不斷掙扎 所以修行啊 不要抓好看 修行一定要大破自欺 不要欺騙自己 自己的根基老不老 老老實實面對 老老實實去下功夫 大家看那個挖地基啊 挖很久啊 挖老半天啊 怎麼都沒有看到建房子的 可是等他地基打穩啊 那房子建的就快了 不能求快啊 得求穩 我們看很多 學藝術的人 也是會出現這些情況 他已經有表演了 人家給他掌聲啊 他很高興啊 可是沒辦法突破啊 建議他 你還要再回到基礎 繼續想功夫 像唱歌的你還要回去 啊啊啊啊啊 你說他啊不啊啊 真的咧 人只要覺得自己已經不錯了 他就不肯再去下來 能去才能 再突破啊 再升啊 真正點出我們根基那裡有問題啊 那是真的愛護我們啊 不只給我們講好聽話 所以徐子講啊 非我何當者無私也 是我何當者無油也 慘媚我者無賊也 非就是指出我們的不足 習性了 指得非常準確 這個當就是適當準確 這是活的好東西啊 事我何當者 這個事就是肯定我 非常恰當的 當然人也需要鼓勵啊 所以肯定鼓勵我 很恰當的 就是我的好的同產道友 我沒有那麼好 我沒有那麼好 都講得很好 聽講好聽的給我 給我灌米一趟啊 我這一夜 就罪害我了 讓我真不清自己了 真不清就沒辦法了 還覺得自己挺不錯的啊 這叫文慾 文過怒 文慾樂 順又來又去 就我這一夜 文慾恐 文過性 質量時間下去 這叫非我何當者無私也 而這個斬根啊 不是說我們讀經讀了幾遍 聽經聽了多少小時 就是這樣看著好 讀經聽經那是手段 不是目標 是透過這個手段 扎好德行的根基 那怎麼看根基老了呢 就是能把習氣去掉 這個才是扎根的 獅子 還能把貪證吃滿意這些習氣去除掉 這是真的扎根啊 而要去除它有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 有一個很關鍵的學習狀態 接行相應 把理解的道理呢 在哪裡行 去落實 一落實 一落實了 馬上對照跟道理之間的差距 然後把它改成過來 所以這個習呢 在哪裡行 在跟一切人 家人朋友 相處的時候 發現自己還有哪些習氣 然後勇敢的去對峙他 就更殘渣的下去 而且對自己的習氣要乾淨 殺絕不可以手軟 對別人要厚到三分 好 所以在主眾當中 發覺自己的問題 其實就是所有的人 都是我們的老師 這種學習型態 才找得了梗 見等善 即是即 見等惡 即內心 好 所以這裡提到呢 君子 能夠觀察 動察到 這三者 就是教育 孩子 徐徐監禁 扎好他的根基 能動察出這些關鍵點 那就可以從此生 怎麼去好好學習 進而去輔助學生 也能學得好 或者立定指向來能自己學好 也能把教學教好 有一句俗話叫 強將手下無若兵 馬來西亞沒這句嗎 你們這裡面就沒打仗 這句話不流行 這是好事 好像還有一句話叫 師帶群羊 羊一死 羊帶群獅 獅一羊 老口領 一隻獅子帶著群羊 訓練他們呢 羊也變死了 羊帶著群獅 這個羊訓練這個群獅 死也變成羊 所以從這裡看呢 認了跟隨的領導者 很不一樣 這個領導者假如是非常有格局的 都是一心會社會的 我們的子弟跟著這樣的領導者 那他的格局見識就不一樣 假如他跟著這個領導人 是小鼻子小眼睛呢 收彩頭啊 那可能我們的子弟啊 跟著這樣的領導人 可能一些不好的习氣就學到了 所以真正這個父母啊 還會協助孩子找工作嘛 了解他的工作狀況來看 他跟著領導人好不好 現在學習傳統文化呢 大家會有機會接觸到一些 認同傳統文化的企業家 我們在大陸遇到很多 那你們就有一個緣了 以後呢 孩子啊 有這個緣分呢 可以到這些企業去 工作 這也是造一個好的緣 是吧 來 現在啊 因為有人的因緣呢 都是自己的興趣感造來的 我們一行為文化而付出 就會認識很多 同樣有這樣 使命的人 到時候甚至是這些企業家 看你的孩子啊 都在學習傳統文化 主動來跟你要人 那你就做得更成功了 是吧 好想你們都不著急啊 這個黃季不急啊 好想我比你們還著急啊 你現在讓孩子從小 就開始砸這個德行的根基 那你以後的孩子他的 德行他的整個風範 一定跟他同年有非常大的不同 真正有堅持的領導者 他一看就知道了 你的孩子就有無窮的機會 去發揮了 好 我們看下一段 故事學者 故事後的學者 畢物蟲類 畢物蟲類啊 他會比較視乎 他的相同或者差異的地方 他去做比較 然後藉由這個比較 所體會到的人 再去粗略畢通 一些道理 所以 比較視乎 這個畢物蟲類 在這裡也有意思也是比較的意思 就是比較這些物類 接著具體說出來 古不當於無聲 這個鼓 這個樂器啊 他不屬於無聲 音樂裡面的無聲呢 是公商絕之語 你們沒聽過嗎 你們初中那種音樂課 有沒有在打課課 古不公商絕之語 就是 Dore Mi So La 這鼓音 那鼓不屬於這鼓音 可是 這鼓音沒有得到鼓的配合 感覺就不適合 音樂的那種和諧 好像還確定 有了鼓的配合來 更能夠彰顯得 整個音樂的和諧 用這些批語來慢慢把主體給引導出來 誰不當於無聲 誰不屬於無聲 色彩 色彩裡面 無聲是 青、黃、紫、黑、白 叫無聲 青是屬於藍色 青、黃、紫、黑、白 無聲 誰不屬於這五種無聲 可是在畫畫的時候 這五種顏色沒有得到水的調和 它這個不髒 就是畫出來的不鮮明 顏色沒有那麼好看 這個髒是鮮明 所以我們看國畫一定都要配著水來畫的 學無當於無關 這個學習呢 教學啊 它不屬於無關 無關是指 師徒 師馬 師空 師師 師空 五個很重要的官員 師徒是禮部 師馬是官 應該是官兵 軍隊的 師空管工程的 師扣是管司法的 師事是管監察的 師扣是管司法的 就是後事成的御史代夫 這五個職位啊 這五個職位啊 這個學習啊 不屬於這五個職位 但是呢 假如沒有透過學習 這些官員的特性呢 也出不來 那最後講到啊 師無當於無福 老師這個身份 他不屬於無福 無福我們之前曾經表了又講到 是 斬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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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公 小公 師馬 這些五種 上司 依據啊 親屬不同 像復活是斬錐啊 是三年 大公 九個月 小公 七個月 十八個月 十八個月 好像是五個月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輕的那個 這是五福 所以老師雖然不屬於這個無福 但是五福 假如沒有得到老師的教導啊 他們也不懂得 這些倫章之力啊 就不輕了 我們現在去流行 現在缺乏倫理道德的教育啊 很多兄弟不輕 甚至像錯人 哦 父母 病重了 他不問不問 這個都是缺乏教育啊 才會產生這些情況 而 雖然倒是不屬於這 五福啊 但師之上呢 是 屬於啊 這個 這個戰槌裡面呢 父母這三年 是三年 父上 古代的 對於 老師是 新三年 還是父上 三年 這個在父子去世的時候呢 他的這些弟子 在他的幕旁 是父上三年 有一個學生呢 他只供 因為父子去世的時候 他不在 他在外地 就是趕不回來 他非常遺憾 所以回來以後啊 他死過了六年 而子供啊 很傷心的 所以呢 他趕回來啊 奔上了 他受傷了那一枝樹枝啊 他就插在地上啊 然後他 很傷心一直流眼淚 結果後來那一棵樹啊 那一棵樹枝啊 就長起來了 大家去孔廟的時候啊 會看到子供當年呢 奔上的時候呢 插下去那一枝樹枝 後來是長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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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精神所知啊 精神會開啊 所以這一段裡面呢 也是彰顯了 這個老師呢 他教育人民呢 懂得這些 倫常道德的重要性 才能讓人懂得做人的道理 才不會發生呢 這個無私 倫常道德不清的現象 好 接著我們看下一段 君子曰 大德不關 大道不清 大心不悅 大事不清 差於此事者 可以有之於虛弈 君子說道啊 一個人有很高尚的德行 他能做很多事 一個人德行很好啊 他前退 他敬重 他很有無限 所以其實他要學什麼很快 學得就很好 他很多潛力啊 慢慢都能發揮出來 所以這個 不關啊 他慢慢的能 他處理旁通 他的能力不侷限在某一個職位上 甚至於 你不給他職位 他一樣可以對整個社會產生 很大的影響比 我們看孔子就是很好的榜樣 孔子叫素王 他沒有關子 這個孔子是素王 而且 而且 是馬遷先生做實際 就把孔子列在釋迦 那孔子沒有智慧 而列在釋迦 釋迦 釋迦其實就是主 對於夫子他的德性跟他的影響的一個肯定 好 而且孔子不是是對當初的人的影響 他還對世世代代一直影響到我們現在 所以有一句記憶然說到 百年奇特幾章子 千古英雄一教之 唯有病人 做孔教 知情真意 佳生命 在整個幾千年的歷史場 會發生一些一般當時候覺得驚天動地的事情 有一些戰爭 史上幾十萬人 那些奇特的事情 那些奇特的事情 幾哈幾夜就幾萬人 所謂的千古英雄 辭政沙場 為其一世 其實 現在都化成荒朱了 這麼多幾百個君王 那時候都是全 整個天下 他是最大的 沒有人不認識他 但是請問大家 皇帝你認識幾個 現在 通通埋到皇族去哪 甚至於 人有權利之後 可能都會放縱 會造孽 弄權一死 其兩萬個 有權利 而沒有智慧 沒有德行 他造的都是 萬劫不負的罪業啊 千古英雄 引教者 你看那個時候 楚漢相爭啊 劉邦 相遇 相遇厲不厲害 百勝將軍啊 辭成沙場 他沒有提報 打贏這麼多場 最後一場輸了 劉邦呢 是常常打敗場 結果最後一場贏了 人家有提報啊 他當皇帝 相遇怎麼樣 自殺 自殺 再蓋一下自殺 他自殺的時候 還造了一個獵 什麼獵 怪老天爺 正在世紀裡面 記下這一句話 覺得很有味道啊 十八千不都是無重的 連出來的都是重點啊 我們一講到相遇 只得那句話叫 無言見 江東虎老 這句話不是重點 這一句話是 面子放不下 修道之人啊 面子之障 反而是 此馬 簽這一句是重點 指出來啊 相遇自殺以前說到 世老天爺要命果 不是我不會打掌的 有沒有道理啊 哇 他造了這麼多的獵 最後還說不是我的錯了 我很會打仗啊 直到天爺 不配合我了 要亡我的了 我們看德語故事 看出來相比太傲慢 而且殘忍 真實的人才能得天下 他這個違背認知 燒了很多東西 殺了很多的人 尤其啊 對忠臣啊 他那個脾氣太大 的是他忠臣 有一個劉邦的臣子 為了救劉邦 穿著劉邦的衣服啊 然後從洞門衝出去啊 把祖君的注意都引過去了 然後劉邦再趕緊做西門套座 這樣不怕死的忠臣啊 相遇抓到了把他活活收拾了 你如果假如相遇呢 說這樣的忠臣太不得了啊 奉為上兵 可能出汗的歷史都要先改寫啊 還這個還不是一件呢 在德語故事又看到另外一者 有一個臣子是輸住劉邦 結果呢 相遇把他的母親抓來了 要逼那個臣子過來歸生活 結果他的母親呢 把那個幫他兒子穿話的人來 來到之後跟那個人講的話 你絕對不能讓我的兒子 違背他的主子 說完自己是他 我們看到是說以前的女子 那個鋼針裂啊 令人動容啊 不願意他的兒子違背到你 自己是不是啊 哇 你說我們光聽了都已經是 素然其境了 相遇居然把他的肉主來吃了 你說那每一個行為都是死 真心啊 再大的武功 再大的福報 統統被他給折完了 是十八千厲害啊 再有天子是本基啊 實際分為幾個部分呢 本基表述 世家列傳 這個世家就是指王公大臣 本基是指天子 孔子不是諸侯啊 把他列在世家裡 書啊 這都給後世做標帥啊 點出來啊真正有影響的 是孔子啊 他比任何一個諸侯影響力都大 雖然他沒有那個名分 把他列在世家裡 項羽沒當到天子啊 但是把項羽列在本基 給後人 覺悟啊 這個人是絕對有福報跟能力做天子 他為什麼沒做法 好 所以這個大德不管 一個人真有德行啊 他對家對社會民主啊 不管他的姻緣如何 他都能夠離世 不是說只說在一定有一個官司 而他的能力啊 也能做很多事情 我們看孔子 他管了不少事 孔子以前好像管過牛啊 管過這些 一個大附加力的這些物品啊 要管司法啊 要當過縣長啊 做什麼都做得非常好 而且啊 做任何事情啊 是德財儉備做得好 德一定在財的儉備 那現在 很多人領導者用人呢 所以用這個人呢 是挺老實的 能力比較差 這個人能力很好啊 很有才華 用了馬上呢 我的工作比較順暢 可是他心裡想什麼 我不知道 做什麼 主委學長 要用誰啊 才德論我們研究過沒有 這個在講軍政關係的時候 我們在好好來研究這一篇文章 財勝過德啊 為之小人 德勝財啊為之君子 大家注意去看很多世界的大方式啊 都不是被那個沙沙的人搞到的 都是被那一些在知名大學畢業的高財神搞到的 大家做一去研究看看 為什麼這些人太著名太有才華 哇那個領導人一看啊 愛不失手 就用了 用了之後呢 都不知道他背後高什麼 最後就完了 所以啊 要用穩當的人 雖然傻一點 早晚還開窍 為什麼 因為他有德的技巧 用心去培養 人生啊 不要常做沒把握的事情 做沒把握的事 第一線 掉肝 不是肝 連肝都掉起來 是不好叫的 肝臟受傷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父母 他加入生了幾個孩子 往往最喜歡哪一個人 聰明的 那個比較憨憨 笨 結果啊 二十年三十年過去了 那個聰明的 都不回來 出國留學 拜拜 享受他的去啦 他才華高啊 自我中心很重啊 往往是那個 傻傻的 還在旁邊陪著你 這個父母還是真煩 那他就是不走 為什麼 他知道這是做人 應該盡得本分 台灣的電視劇啊 都有拍過這樣的片子 母親呢 養了三個孩子 那個最聰明的 通通不回來 比例最低的 高中都沒畢業的 最後留在他身邊 好 所以這個大德不關啊 也提醒我們 有志於學啊 要以德為不本 甚至於學問 都要以德行為不本 點出來很重要啊 一個人有學問啊 講話便才無愛 口落懸河 而沒有德啊 他會過河在橋啊 我們看民國初年 那一些在國際上享有聖明的人 通通是宗教讀書的 所以他的文章才能寫得這麼厚 他的學識才能說肯定 可是這些人 卻要毀掉文言文 你說他有沒有學問 你看他辯論還辯不過他 可是他得的感情不老 所以有才華有學問 有學歷而沒有德行 他可能是一個家的拜師 可能是一個民族的禍害 得擺在這裡太重要了 接著大道不起 大的道理呢 不會局限在某一個地方 他才可以用 那就不叫大道理 我們看 笑提中心的一連詞 這個都是放逐施害戒准的 道理 而人要通達大道 他說 一鏡通一切鏡通 他得要誤寫不斷提升才行 所以這個大道不起啊 也是強調 學問要能出雷 喊頭 他才能舉一 反山活學活用 那我們看呢 一個人 有道德 又有學問 有粗略旁通的學問 那能培養出這樣的學生呢 那這個老師就功德無量了 大家想一想 就培養出一個范仲淹呢 這個老師功德無量了 我們這個范仲淹 他就可以影響教化一份 可能可以振興整個國家社會的風氣 接著我們看 接著我們看 大信不願 一個真正的 真心的人 不一定需要契約 其實說實在的 當拿出七月的時候 也就代表人不承信了 我們都覺得 還有新的東西很好啊 請問大家 七月出來了是什麼意思 是人違背信用的多了 必須有七月 當兒童保護法出來的時候 代表什麼 不是好事 那叫亂打孩子的人 越多了 才會出這種法律出來 我記得 亂打孩子那是發現情 發現情緒的東西 可是往往法律出來的時候 法律他只能照顧到 一個角度 可能對另外一個角度 會造成很大的流鼻 他不一定能看到 所以方圍都見得很重要 今天小朋友很聰明知道 兒童保護法 他可以跟他爸說 你敢碰我 我告你喔 那請問大家 那請問大家 假如法成真這樣的 這父母能叫孩子嗎 像台灣不能 不能打學生 打學生喔 依照報紙 碰一下好像都幾十萬了 那你說這樣的規定好不好 其實到那個地步了 都不用討論好不好了 討論不清楚了 他都已經偏離那個 倫草的軌跡太遠了 才用法律再解決問題 那人就拿著法律去放縱自己啊 去要求別人啊 那就麻煩了 我有一次剛好到鄉下去了 我們見到一位長者 家裡很多古書啊 現狀書啊 我們算是還有點似乎 看到現狀書啊 那都是很難得看到的寶典 反而很歡喜 老人家能不能借我 我們去看一下 老人很高興啊 為什麼遇到自己啊 沒有碰到人看到現狀書 怎麼高興呢 對 好 那寄給你們看 我不會有説信過這個 是我們傳家之王 也不能被他弄丟啊 老人也是叮嚀了幾句啊 我們又怕他擔心 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寫一個戒條 我們想說這樣是按他的心 寫一個戒條呢 剛說完呢 老人家人眼睛點的 等得很大 你知道他說什麼 你說這是人話嗎 大家看這個心字是會議之謀 一個人講話叫心 一個人講話的不熟悉 他講的不叫人話 他已經沒有做人的基礎 所以這個心字是會議之謀 所以這個心字到時候 發明這個字有味道 自古皆有死啊 自古皆有死啊 明無信不利啊 真沒有信用了 沒有辦法在人群當中立足啊 沒人相信你 人民也不可能效忠 那現在問題咱們 現在問題咱們 給那個小朋友啊 給那個小朋友啊 信用利益 注意 問他很多問題 結果小朋友 結果小朋友反應出來 最嚴重的一個問題是 爸爸媽媽 講話不熟信用 哇 一個孩子從小就覺得父母不能信任他 你說他這一輩子要信任誰 他還會相信人跟人人誠信嗎 我們為人長輩啊忽略了很多生活的細節 其實每一個細節都是德行的表現 爭執殺子啊 殺豬啊這個故事大家聽過沒有 是啊 他的太太隨便一句啊 你別吵了 你不吵回來給你殺豬肉 吃豬肉 就哄他的孩子了 那孩子就不吵了 結果去賣了菜回來 看政治在那裡被殺豬了 我跟孩子開開玩笑的 哄哄他的你還真的啊 政治家那怎麼可以 欺騙孩子 那父母都不演出誠信出來 那孩子怎麼選 那孩子怎麼選 而古人的那個誠信呢 甚至是不落在其餘裡 連話都沒講出來 可是他的內心一定受住這個誠信 這有一個大陸的男士 他跟一個女子談感情 結果這個女子剛好發生意外 因為他們都沒有貪瘓 他們都都是存在過路 癱瘓以後 他們都還沒有貪瘓論家 那就照顧這個女子 而且在大陸啊 跟馬來西亞不一樣 大陸有存下秋土嘛 其實馬來西亞也有存下秋土 而且馬來西亞是一天就有存下秋土 所以大家在這樣的環境生活 你可不要掉以輕心 你說反正這裡又沒冬天怕什麼 不對啊 那個七點以後啊 那個風就很 晚上七點以後風很涼 你家都稀熱點在外邊啊 你家的風吹啊吹啊 保證你受寒 早上七點前 晚上七點後啊 這個寒天都是比較重 你要出來散步啊 最好是太陽光光出來以後 比較不容易受寒 那大家看喔 夏天 那個女子已經癱瘓了 躺著多痛苦啊 要給他載冰塊 那個冰塊都幾百公斤啊 騎腳踏車啊 一個小時再回來 一個小時再回來 冬天很冷啊 明夏在煤炭 就這樣再了多久 三十多天啊 結果他自己也要失婚年齡到了 二十七歲後來父母催她結婚了 她沒有去結婚 最後誰下令叫她結婚呢 那個女子叫她結婚 你再不結婚我不理你了 她也在結婚啊 結果結婚之後啊 那個太太很不簡單 陪著她照顧那個女子 這是祝福之德啊 她的丈夫的這個字 這種性依的美德 她心上不激動 她太太說呢 她能對這個女子這麼好 對我也不會差 這叫判斷 我後來連她的女兒都當這個女子的 義女是吧 她認她做什麼 幹嘛啊 兩代人啊 說這個行李啊 這這麼簡單 大行不悅啊 而一個讀書的人 什麼是讀書人 胸懷天下安慰叫讀書人 叫不愧對讀神仙書 我們讀史書 大學出來 固執於明明得以天下 我們老子中很可愛啊 不講國啊 你叫什麼 天下 胸懷很大 甚至提醒我們 覆巢之下 我們婉軟 天下出問題了 我們還能好嗎 所以這個胸懷基督都很大 以天下行王為其身 大行這個行程 對天下 對人民的一種承諾 一種使命 不知命無以為 群子啊 一切的人 對家族都有道理 盡心盡力啊 幫助整個家族 他一個人的奉路啊 幾百塊在用 販中言啊 厭職啊 這些聖仙都做到 有沒有祈願 沒有 完全是這種誠信 這種道理 所以在四千五百年的 綱領裡面呢 佛學神魂 盛世平民 主要是獨行 那個獨行 一開始就是 言中信 真就以德行為 誠信很重 他真信 敬重 俗信的人呢 一定盡行精力完成他的成功 他的大行為的願 是這個人有使命感的 有責任感的 是非鬼本 再來大使不起 他有這個使命了 他要去利益大眾了 他可以效法 這個天地啊 天使 他有春夏秋冬 這個不起啊 就是天地自養萬物啊 他會因萬物的不同需要 尊生 下長 求說 動長 其實這個用在教育裡面呢 也就是能因財 使教育 所以老子講 天之道 利益而不害 聖人之道 為益而不正 上天啊 大自然啊 利益萬物 平等利益萬物 聖人之道 他有這個使命感 為天下獻管努力 但是 絕不增任何利益 而且 洞察這個時代的需要 洞察每一個人的差異性去協助他 這叫方便的為我們關機啊 大使不起啊 尤其總是教育的 因財事教是重點的 好 所以恩洞察這四點呢 可以有之於自己的學習 以及從事教學工作 就能知道學習跟教學的動點 要以道德為基礎 要以道德為基礎 在增長學問 要成就孩子的自相使命 而且要讓他能提取他人的差異 提取姻緣的不同 可以擅交方便的去理應 所以假如 學的人是這樣 教出來的人才都是這樣 那這個對家族對社會的利益就很大 所以後面講的商王之基礎 在夏商座這些新王 他們基石河川的 都是先基石河 最後再基礎 基石河 為什麼呢 因為海是河的原理 因為河水會子才成為大海 就像一個學生有成就了 他前提是他的老師很偏大 有狀元學生呢 不一定有狀元老師 但是沒有這個老師的用心去教 那就不會達到清除於來 深於來 所以 霍威也 是指河川匯集之後 水流聚集之處 其實就是指大海 從這一段敘述呢 就可以感覺得到 我們的仙人 特別重視公本 最後講辭職為物本 君子無本 喃尼爾道神 善中最遠 明德歸後 其實世間 我們所接觸的一切人事物的道理 都一定有根本 我們既是祖宗 因為祖宗是我們的原道 是我們的根本 而這個物本呢 我們最後呢 用在這一篇文章的中間 神夢是學習的本 神夢是成為一個人事的本 那大家回顧一下這整篇文章 從學習的角度 什麼是問題 尤其後面提到的都是教學 實則應該具備哪一些德行能力 這個都是我們要重視教育 還要找到這些問題 好 我們看這整篇文章提到的 立志很多 學習者要立志 教學者一定要獻立學生的志 有志 有志這個學習的方向目標才清楚才正確 所以离經變止 再來 學習一定要恭敬 敬學勿使命 絕修乃乃 一個學習者一分成敬 得一分禮 十分成敬 得十分禮 大家回去再找一下 強調這個禁止 好多 勃喜情思 那情思就是恭敬 敬業要群 那是尊重學業 後面還用天職呼應 思言而後 道尊 皇帝都尊師 這個竟然就是學習的重點 而一個好的老師 他要能啟發學生 他要有智慧 去啟發學生的無性 再來呢 他也要很懂得譬喻 善喻 其實 這個都是因為了解 學者現在的程度 你不用譬喻 他很難去感受 這個都是 慈悲的存心 自然而然能夠 方便無人 去 用 這個學習可以接受的方式 去教導他 慈悲跟方便 不是兩件事 有真慈悲性的人 他一定會踹破 一定會 能用最適當的方法 去教育當前的這些學習 包含 這篇文章裡面強調的 老師的身教很重要 善教者 使人 其其之人 這個善教最重要 是他的特性 他的善教 而一個老師 看一看 正確認識到 教育 所有世界 最重要的事情 他這個使命才能持續 建國軍名 教學威脅 他有這個認識 他也有這個使命 他也有這個信心 去做好他的教育工作 還有其實每一段 都能從中得到誤本 包含 教野者掌善 其實就抓到教育的本 我們剛剛講的 兩頁之子 必須為求 這個就是提醒我們 教育一定要 掌根 這個信心 我們每一段都用這個 連這裡 怎麼詮釋一個本 教學者應該有的 這些能力 這些本 那就能把整篇文章 更深的去體會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我們 下一次 進入 之前 都是講父子關係的 現在進入 長輩兄弟關係 我們收校題 這個校講完 接著講題 好 謝謝大家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國程師傑 進入 這個高校 我們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